随着三声枪声的响起 被人称为印度国父的甘地应声倒下 在倒下之前 甘地艰难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神啊 为他祝福吧 以此来表示他对凶手的宽恕 然而 愤怒的群众已经把凶手围得水泄不通 他们怒吼着 发泄着心中无尽的悲痛和怒火 甘地 这个名字在很多印度人眼中神圣不可侵犯 他的追随者尊称他为圣雄甘地 极伟大的灵魂 追随者形容他仅凭一根手杖 就将英国人驱逐出印度 在甘地七十多岁的时候 也就是他七十八岁去世之前 为了考验自己禁欲的意志力 他曾与自己的侄孙女赤身同情 他说 一位尽善尽美的节欲主义者 必须能够睡在赤身裸体 化容月貌的女性身边 却丝毫不为其艳丽滋涩而心荡神窑 1962年 英国电影制片人李查德 开始着手拍摄甘地的电影 为了更好的塑造 这位一股伟人的形象 他向尼赫鲁请教 尼赫鲁的回答直击要害 他说 甘地是一位伟人 但他也有弱点 情绪和缺点 或许 尼赫鲁的回答正是甘地医生的真实写照 1869年 甘地出生于印度的古吉拉特邦 他的父亲是当地一名地位显赫的官员 年仅18岁的甘地就乘船前往伦敦学习法律 最终成为了一名律师 但他对法律职业生涯的辉煌期望 很快被现实击碎 在印度输掉第一场官司后 他离开印度去了南非 在那里 他在法庭上为客户辩护时变得非常紧张 以至于无法正常说话 最后他偿还了客户的费用 并逃离了法院 但南非的另一起事件 让甘地彻底走上了一条新道路 有一次 他乘坐火车去旅行 他持有一等舱的车票 但当时只有白人被允许坐在一等舱 因此 列车员侮辱甘地 要求他去三等舱 但甘地坚持说 我有一等舱的车票 听到这话 车上的英国人很生气 将甘地痛打一顿 并扔出了一等舱 这一事件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决定抗议种族歧视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 甘地成立了印度人大会组织 旨在赋予印度人和黑人投票权 1906年 甘地在南非发起了第一次坚持真理的运动 在长达七年的运动中 他为印度人和黑人争取了许多权益 在南非度过了21年之后 甘地于1915年受邀回到了印度 开始了对英国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他放弃了代表富有和成功的西服 穿一条缠腰布 在印度乡下四处演讲 呼吁印度人民使用手工纺织品 以抵制英国的工业品 通过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甘地逐渐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 尽管这一运动在1922年被迫终止 但甘地的理念已深深植根于印度人的心中 1930年 甘地发起了著名的盐税抗议 他和数万名支持者徒步前往海边 抗议英国对盐的垄断 这一事件被称为盐行军 这不仅吸引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也展示了甘地的智慧与勇气 然而甘地的抗争并非一帆风顺 他多次被捕 饱受监禁之苦 在这些艰难时刻 甘地的信仰与决心始终没有动摇 他坚持非暴力 深信暴力只会带来更多痛苦 无法实现真正的和平与解放 他说 如果有人弄瞎了你的一只眼睛 而你也去弄瞎他的眼睛 那么整个世界都会变得盲目 在二战期间 甘地发起了退出印度运动 再一次感召了越来越多的人 随着战争的结束 英国终于意识到 维持殖民统治的代价过高 开始考虑印度的独立 1947年 经过长时间的斗争 印度终于获得了独立 然而 独立的代价却是分裂 数百万人的迁徙 带来了巨大的冲突与痛苦 甘地对此深感痛心 他竭尽全力 呼吁和平与和解 希望能够避免流血冲动 1948年1月30日 一名极端分子 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先是对甘地鞠了一躬 然后近距离朝他的腹部和胸部 开了三枪 甘地抢救无效 享年78岁 总观甘地的一生 他俨然就是一位苦行僧 他终生都是素食主义者 每周 他都会守末一天 依靠在纸上写字 来与人交流 他坚信 沉默能给内心带来平静 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期间 他曾多次绝世 以表达他的理念 正是这样的生活方式和哲学 让他深刻影响了无数的追随者 感谢观看